嗨 大家好 我是熱獎 今天的影片就有如標題 我跟文當 接下來要開始遠距離了 但是這個遠距離不是長久性的 我們只差不多遠距離一個月 有看我Instagram的人可能知道 其實文當這一年 公司都在要幫他轉型 日本的公司就有這個文化 叫做轉型 工作的地方會改變 日本不像我們台灣一樣 是你想要在哪邊工作 你就可以在哪邊的 通常是公司叫你去哪你就要去哪 所以也有很多家庭是可能小孩已經長大了 沒辦法叫他調一調去 又要是轉型 就爸爸是幾個人去公司要他去的地方 那媽媽跟小孩呢 就留在原來的地方 日本這個叫單身婦人 對 文當這次就是從東京 公司要把他調到九州熊本那邊去 東京什麼時候會變成? 熊本 熊本 是日本的本的熊 喔 六番的呢 文當其實幾天之後就要搬家了 但是因為我這裡還有很多還沒處理完的事情啊 所以我會一個月之後再過去 所以我們這一個月就是遠距離 所以我們這一個月就是遠距離 準備が遅いからね 一ヶ月 遅れて Ruちゃんは 引越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大人家庭になんてやね 東京生活 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熊本もすごくいいとことなんで 結構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もし熊本もとでお会いしましたら 快かけてください してきどかな 人が少ない気圧 人が少ない気圧 ないよ ないよ 這裡先讓我們文當退場 那我就先讓文當一整理東西 我這邊再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文當公司說要轉勤 是差不多去年就開始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公司本來是說東北 但是因為我的身體其實不太能克服 我這麼寒冷的地區 因為我有皮膚病 所以只能在比較熱啊 比較潮濕一點的地方 那文當就去跟公司爭取說 如果要去的話 也不要去東北 要去其他地方 然後就這樣子拖了一年 因為日本的公司很傳統 不太能這樣子讓他們自己變同 那最後文當抗爭的結果就是 我們雖然不用去東北 但是我們要去九州地區 就熊本那邊 其實文當上司也都是有跟我們說 我們兩個不一定要一起去 就一直遠距離啊 那些是不是比較好 但是 我們兩個還是覺得 想要一直在一起吧 就覺得不能在一起就不太有意義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有他的地方 才是家這樣 當然我跟他過去 我也要犧牲很多 像是我在東京的朋友 或者是我在東京的工作 對我已經離職了 因為要跟他搬過去的關係 其實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怎樣 有很多不安 然後其實因為他公司的事情 還有我們其他一些事事 我們這陣子也滿常吵架的 可是我們兩個吵完架之後 一定會好好溝通 那在每一次溝通過的這個過程 都覺得兩個人的感情 好像有在變得更好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改變啦 然後換一個方式想 如果之後要一直跟這個人在一起的話 搬家這種事其實好像也是小事而已 然後只要有辦法跨越過這個關卡 然後一起克服生活上的許多困難 那未來幾十年可能也會更懂得 怎麼跟彼此相處的辦法吧 我自己後來是覺得 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啦 那這個影片就是一個簡單的近況報告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之後呢 就要從東京搬到熊本 然後要在那邊生活 這個月我跟文章會先遠距離 其實真的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就覺得只要跟文章在一起 什麼都有辦法跨越得過 又可以透過這個小小的鏡頭 跟在螢幕那邊 就產生聯繫 其實開始拍YouTube最大的改變 真的是覺得自己是跟別人有連在一起的 然後也希望透過我這個小小的頻道 可以給大家帶一點正面能量嗎 有嗎? 我不知道 反正希望大家有就好了啦 那這個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子喔 那結束之前叫文章先回來 文章回來了 我去元朗也要做事項目的 所以請多多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啦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身邊已經成功的 既定盛 沒有今天 發待會 ğin